我诗的《佛放梅间摆好相光》 起一直到种种因缘、种种信节、种种相貌行菩萨道 复见诸佛剥涅盘后,以佛设立起七宝塔 这都是奉光瑞所要说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明说是一切众生 无始以来,乃至起于微阴防佛以来 到现在,一切众生都蒙受在如来的光中 这是发菩提心的时候 以妄失故,以烦恼故,故久出光中而不见 是谜的关系 谜就是众生 谜就是不觉 那发菩提心指的就是觉 而所发的菩提心的觉 必须与佛世尊没有两样 才方明为觉 那都是发生文证 极断生死 处于空空三昧 治疗生死 而不顾一切众生 那就是生文之众 所以这个地方要分别 到底是从佛口生 还是从法化生 来分别一切众生的 在这个沐浴在如来光中 所受的这个法义 是钱是身 那这个钱跟身 我们方便用藏通别源 来加以标定 有藏通别源就能分别众生的根基 是什么样的一个根基 是什么样的一个根基 所以入如来式呢 就是 法法经有十个如 这十个如 第一就是如是相 如是相指的是十相一法 一法就是空相 那么这个空相 就是指如来的极空本定 就诸法从本来长治极美相 就是先入入这一个如来式 那为什么入如来式叫如来式 而说的是空法呢 其实虽空但是名为大卑 也就是大词 大词呢 词就是如来式 那若没有词呢 那就是顽空 而这个词呢 不是表明说的 这个词是 能把一切众生种种苦 能把一切种种苦 所以生生悲悯 所以悲悯的是 词明入这样的一个如来式 而这个词明是 诸法从本来长治极美相 是入这样的极美相才叫如来式 而是极美怎么可以说是词呢 刚才说了 若无词明 则为词法 若是词明 则如来式的长治极美相 就是 就是真如 如所有 如所有法 尽所有法 都在这个如来式里面 那词明呢 不是指对一个人词明 是能把种种苦 是无量意义的烦恼节 是近三界二十五 有一切众生 腹结射受在内 所以是射受法 叫一法射一切众生 那穿如来衣呢 就是柔软 就是忍辱柔软的意思 有词 而不能忍辱 则 词跟悲 不能普遍 因为啊 要度众生 必有种种的横逆的现象 这个横逆是不可预测的 或为众生的祸乱 颠倒之所害 这个就是要从柔软跟忍辱 若我们的慈悲 能拔一切众生苦 若没有慈跟忍 这个忍辱医 作为外父 那内在的慈忍 是不能保久的 所以入如来世 穿如来衣呢 就如来衣 指的就是柔软 忍辱 那讲一个忍辱可以吗 不要柔软 其实柔软是多余的 忍辱就是柔软 忍辱的柔软呢 是指从如来世里面 垂下功德的花果 让众生来攀爬 来宰辙 所以这个时候的柔软忍辱呢 指的是地下 而这个地下不是悲公屈膝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入如来世的人 会觉得高不可攀 那是指 对高而言 做这样的忍辱柔软 因为枝叶若硬 这花果不能下垂 那枝叶柔软呢 菩萨要放空自己的身段 所以这个柔软指的不是字面上那样一个表意 第三呢 灯如来做 灯如来做 就是刚才说的 诸法从本来长治极媚香 就法空真如 才是如来做 那么这个法空真如呢 其实 这个 无有因 无有果 无有生 无有魅 无有来 无有去 无有圣贤 无有天地 没有开始 没有终结 也不可以有自己 也不可以有他人 也不可以有德 也不可以有失 若有丝毫之所得 寄犯如来菩萨见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没有关系 就是 叫你入如来世 就是告诉你 要处如来未 做如来做 才叫做入如来世 那你现在入如来世 是做在如来未 那你要是做众生的事 有所得的事 有生命的事 有来世的事 有因果的事 有果报的事 那一切呢 都会落在 有为里面 而是粗法 很粗糙的法 而不是妙法 妙法是真实 无所得 犹如虚空 你多上一片尘 也没有用 你少跳一个横河系 也没有用 对虚空来讲 都是不争不减的 若有争减 则不明虚空 如来的体性 诸法从本来 尝至极命相 这个法身 是本有 本有只因不觉 不觉是因 无量亦环绕 现在呢 你只要面对 所有的众生 有无量亦环绕的时候 就你是 断或正真 做如来为的时候 只要面对众生的 无量亦环绕 你才能够 正这样子做 就知道 原来是 没有你跟我 在这个如来帐中 以及如来的 星空的真空大海里面 不可以有人跟我 也不可以有男跟女 也没有天 也没有地 假如有这一些 那就 尽不得如来是 那听经的人 一定会 大获不解 所以 有前半部的 无量亦经 可以辅足 这个不足 他只是说到像 因为 讲的就是如是像 还没有讲到 如是性 现在讲的就是如是性 现在 旷光线瑞 讲的就是如是性 就是如是体 就是如是力 就是 处如来为 才可以如是说 处如是 如来是 才可以做空法 不处如来是 不能叫做空法 所以 以前 三神法所讲的空 都不算 都不算 为什么 不能了达真实意 空 不是指因果上 有没有 也不是指现象界 万有宇宙 万有叫做有 虚空叫做空 都不是 现在的 如来的空 是不可以有男女 不可以有女我 不可以有因果 不可以有增减 我现在出地 修到这句叫做增 我断环绕 就是减 这个都不叫做处如来是 这个是真空 这个真空 才是如来是 因此 我们为什么 那么辛苦地讲 大乘无量意境 那是登天 也有提 如来 这个如来是 比天还要高 你没有 无量意境 你上不了的 一步都进不了 光是说 诸修行中 发心 如是发心 信心 光是要这个信 都没有来得及 那你说 发心意向人家进入如来是 是 是 不可得也 不可得就是不可得 为什么 这跟以前所讲的 如来是叫做空 其实如来是 除了是空 就是指的 就是持民 大持民固 因此 不是寻常 伤生法所讲的空 这个持民 就是告诉你 天地万古 无语言 圣人出 而戴天 戴天宣法 如是 我们的如来杖 我们的如来的法身 妙不可言 万古以来 无语言 万古以来 无语言 所以菩萨 入如来是的时候 以大持民固 带真空的法身 来宣 妙不可言的 妙法联法 以大持民固 虽然才能 宣说 妙法联法 而不若以 出 法联法 出法联法 是 三圣以前 不入如来是所说的 现在的妙法联法 远离一切出法 现在所说的大持民 不是三成的无量义心 这是无量心 而是如来独有的大持民 而这个大持民 不是图有元素 能断无量义众生的无量义烦恼节 不是只为一个众生断无量义烦恼 而是为无量义众生断烦恼节 所以名为大持民 所以名为大持民 为能把一切众生的毒刺 毒因 毒果 以及毒烦恼 还有五毒三毒的毒业 都以建文刹那间 刹那文之积德究竟 这样的如来是 当然是高不可谈 若没有无量义作为 所以刚才用十二部经说 知道十二部经叫知法 能通解十二部经 圆满无碍 令众生闻而深入 闻而信节修正 那这样子叫做知义 知法知义 因为名为菩萨 所以名为菩萨 叫现在入如来世 到底是以法王身而登座呢 还是以法王子身而登座呢 还是以一佛成的如来世 那并不是要分等级 而是诸佛 诸法从本来尝试即灭相 这个有上中下 不是人来分的 是他文法知义 了解语心 在解义离生内的这个当中 自然而有差别 这个差别不是人为的 谁那么傻 谁天生就愿意做生闻 谁那么傻 天生就愿意做被辟知佛 谁那么傻就愿意做出击菩萨 那是文法知义远离生死的时候 自然取得 自然有分别 以大心无量 一切为众生不为 只为众生了生死 不为自己正菩提 这样的分法 马士如来自己来分 或者三成法自己来分 都是在解义 了义离生命的刹那中 都急着了义 了义以后离了生命 那就求自解脱 或者了义离生命 刹那没有生命 而转而为众生 了一切生命 不为自己了生命 因为能登如来圣上的人 能登如来世的人 他没有生命 从本没有生命 生命是从大小 男女 你我 生死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说 他自然会生成 只要你不分 大小 青黄赤白 你我 男女 问题是说 我怎能不分你我 这个宫殿是我的 这个国土是我的 我怎么能不分 请问 他这样怎能叫做 不是生死 你怎能说 他不是无量义环老节 所以呢 大慈米 是用这样生出来的 这解义离生的无生命 有你我 有天地万物 就是有生命 所以登如来 住如来世 那穿如来依呢 我们 在解义离生呢 这个问题上 是要 柔软 这个柔软呢 是要 耐得住反 而且没有这个反的感觉 耐得住反呢 它还不是真的 也就是说 柔软是指 圣身产丁 或者法花的妙丁 你看 我们在讲 《妙法莲花经》 这个四十小节 五十小节 未如实情 未如实情 那本身就是柔软的关系 它是含义 还是义在言外 含义也有 义在言外也有 义在言外 要你自己悟 含义就是 已经把千言万语 都讲在里面了 柔软 那柔软 你不柔软 你怎么能够九经成节 乃至四十个小节 八十个小节 这不就是柔软吗 那这个柔软 指的就是 我们的呼吸啊 我们的呼吸 那经过这个 随 这个 属随 席子 那么 属随席子 然后的环境 这个过程 就是它的柔软 因为我们的刚强 指的就是 我们的一口气 这一口气 就是刚强之所在 我怎么能叫刚强 它就是刚强 贪嗔痴 就是这一口气所生的 杀到瘾 就是这一口气 怒气冲天 也是这一口气 离气之外 也没有男相 也没有女相 也没有分别相 也没有情况失败 从我们 哇哇落地 一口气进入我们的口碧 开始 就这样就有了 那 知道这个底细 我们就要灯儒来做 灯儒来做 名为法空真如 那么法空真如 指的就是周圆无尽 无尽周圆 乃至呢 所有的本机英元 都这个周圆无尽里面 所概括 而周圆无尽 而周圆无尽 若说从头 则远至第一尊 微阴亡佛 最后的 自曰登明佛 现在的释迦牟尼 都在这个本机英元的 一切痕迹里面 所以啊 这个法空就是 就是无限的周圆 无限的周圆 我们看一毛孔光 光是包括东方 一万八千佛 它已经就是 无尽的周圆 而无尽周圆 现在还包括 每一个众生 都沐浴在儒来的光中 也是无尽的周圆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 沐浴在儒来的 一毛孔光中 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柔软的程度 而这个柔软的程度 而取决于 我们叫三昧正寿 而三昧正寿者 都在儒来 这个行住坐卧 以及儒来的一坛子间 个人的领受 是千差万别的 有的人就在看 儒来的一毛孔的时候 就清见了 有的子观儒来的 三昧正寿者就清见了 所以啊 洞子观山 我们的这个法空真如 就是这一个座 从这个座呢 我们一直到成佛 什么 佛子行道 以来世得作 其实就在这个 法空的无尽周圆里面 而无尽 以无尽的周圆呢 就把什么 把一切 东方的儒来 怎么样为众生讲经呢 讲经以后入了涅槃 入了涅槃以后啊 这个 这个收拾设立啊 请七宝塔 那这个都是 他周圆的地方 所以说 什么到底是 佛子行道处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如来讲经说法 清见一些 三界六道的 众生的生死 以及中间的上至游顶 下至这个 五间地狱啊 那么 诸佛如来的说法呢 以及所度的众生呢 有初会 初中后善的三会啊 都与一切中一一所作 如来 这个魅度以后 烧成舍利 起七宝塔 也都在这个法空 如来座上面的 一切都得见闻 明镜与点点栏目